端午佳节到来之际 河北省苍州市举办了 运河防鼓 包粽子 送经典 摄武读 等一系列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让市民们切身感受到了端午文化的魅力 在京杭大运河苍州段 一艘古色古香的船缓缓而行 船上身着汉服的市民来到芦苇丛中 摘取芦苇叶在运河水中清洗 配以糯米 苍州金丝小枣 马莲草 按照当地传统方式包起了粽子 大家还在船上吟诵起了古诗词 共同缅怀屈原 在苍州文庙内 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了包粽子的步骤 并进行示范 熟练的手法吸引了现场的孩子们 纷纷拜师学艺 在亲自动手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气氛 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包粽子 还了解很多端午的知识 我觉得很棒 炙香用香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一 目的是起到杀灭虫害 避灾免疫清爽神志的作用 而摄武毒的习俗 同样也有辟邪屈温之意 在现场 身着非渔服的工作人员们 手持弓箭 手把手教大家摄打武毒图案 古色古香的场景 丰富的体验活动 真实在现了端午节的传统风俗风貌 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节日气氛 也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